第五人格七周年,直返皮肤前瞻 Hello大家好,我是Ziggy七哥 因为今年新入坑的玩家比较多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参加过第五人格的周年庆活动 可能都不太清楚第五人格周年庆会有哪些皮肤返场 第五人格周年庆的皮肤返场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直返部分,一个是投票返场部分 今天的话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五人格周年庆的直返皮肤 这部分皮肤在周年庆会直接通过商城返场 不需要大家去投票 这部分内容包括了往年周年庆现实精疲 速回系列皮肤以及夏亚塔系列皮肤 那么首先往年周年庆现实精疲返场 七周年将会返场两款往届周年庆现实精疲 包括小女孩的精疲欧绿迪克以及作曲家的精疲幽灵番 欧绿迪克的话明年是最后一次直返 有喜欢这款皮肤的到时候一定要好好规划子属 而幽灵番的话后年还会直返一次 第二个直返内容就是速回系列 往年速回系列在周年庆是全部都会返场的 今年的话因为感恩节分批次返场的一部分 所以这部分速回周年庆大概率不会再次返场了 那么七周年以下这些速回系列皮肤大概率会返场 包括红蝶的根纱 摄影师的宿醉 入恋式的盲区 机械式的刻度修正 风眼的测量者 红夫人的应许之日 囚徒的毕业日 影师的升学礼 以及昆虫学者的荒原之花 速回系列仅限回升购买 售价1388回升 返场是没有折扣的 但是到时候周年庆会送你一张六折卡 你可以用六折卡来买速回皮肤 第三个直返内容是向亚塔系列 往年同样是全部都会返场 但是感恩节返场的一部分 所以七周年的话 大概率会返场以下这些 向亚塔系列皮肤 向亚塔系列皮肤 同样是仅限回升购买 售价是60回升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个 比较固定的直返部分以外 周年庆还有很大概率会有 追加返场内容 或者联动返场内容 比如说五周年 追加返场了杰克的望穿度人 六周年返场了 伊藤润二联动皮肤 预计明年七周年 也会有惊喜追加返场内容 大家比较期待哪些联动 或者哪些皮肤惊喜返场呢 如果是有联动要返场的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Live Friends联动返场的 那么以上就是 明年周年庆直返皮肤的内容 我们周年庆重点 当然还是我们的投票返场内容 不过投票返场皮肤内容 以及规则复杂 本期视频就先不多说了 下期视频我会完整的 给大家梳理 七周年参与投票返场的皮肤 有哪些 参与额外返场吃的皮肤 又有哪些 并且会详细讲解投票规则 还没有给七个点关注的宝宝们 也可以先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